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版学术专注四部 发表学术论文及养生保健类科普文章三十余篇 好 彭博士 我们在每期节目当中都和大家三立五身的强调 我们这个养生一定要辩证论养生 是的 你看这个肾虚是分肾阳虚和肾阴虚的 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要聊的是肾阴虚 那今天说到肾阴虚 首先我们来说说什么是肾阴 肾阴就像我们身体里边的这个石油 矿物质还有这个煤炭一样 它是能源的总储备 过去很多期我们曾经讲过 这个肾就像人的银行一样 肾是银行 那么银行里边存的钱是什么呢 就是肾阴 这个肾阴就是人体的所有的资源和能量的总的汇总 它在那个身体上可以如润各个脏气 所以说肾既是五脏的这个收纳五脏六腑的精华而存之 这个精华是以肾阴的形式来保存的 那么人体呢遇到一些疾病 还有一些微重的情况的时候 所调动出来的这个能量呢 也是从肾里边所抽调出来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 就像是水以及营养物质 对于一个植物的生长能力这样的作用 是的 那怎么肾阴就虚了呢 嗯 肾阴怎么就虚呢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与现在的生活呢非常相关 现在人啊肾阴特别容易推 肾阴推了之后呢 还容易出现亚间汤 所以说亚间汤的很多表现 跟肾阴虚的表现非常相似 那么人是怎么导致这个亚间汤或者肾阴虚的呢 第一的是熬夜 就像过去几期我们反复曾经说过 那个人们啊半夜子时的时候不睡觉 通常都是很多人都是过了一点才睡 过十二点才睡 这个时候呢就是耗伤肾阴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过了一点之后再睡觉呢 人就很难进入深睡眠了 进入不了深睡眠 身体内在的这些脏气啊 皮肤啊内分泌啊 还有很多神经系统啊 各个系统得不到修养 那么从中医眼妆看来呢 冬天和半夜子时都是对应的是肾的 这个时候呢肾气恢复不了呢 整个人体第二天就没法正常的这个运作 那我们赶快来了解一下啊 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自己肾阴有一定的损伤呢 或者是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自测一下 自己允许重视一下 这个自测啊非常简单 我们先从重要的开始说 肾气要是一亏的话 首先第一个反应 是腰酸腿软 我们过去各期都讲过腰细酸软这种情况 只要跟肾有关 都是腰细酸软 首先一个症状 无论是男性女性都一样 都是腰细酸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表现呢 肾足骨生髓 脑为髓之海 肾音一旦虚了之后 这个人的大脑啊 记忆力就会变差了 记忆力减退了 我们叫做脑力下降 脑力下降 一共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个呢是记忆力下降 第二个是思维能力下降 就是反应也没有那么快了 反应没那么快 我们在临床上遇到很多这样的案例啊 就是肾气虚的人 你跟他说话的时候 你会感觉对方 他缓一缓 反应非常非常慢 就是不敏捷 这是思维能力下降 第三个是理解力下降 理解力下降 表现的哪些人呢 就是肾音的这些青少年 就不影响学习了吗 非常影响学习 手音过度之后 学习成绩直线下降 他用他们自己的话 就是上课听老师讲课 好像看电影一样 老师讲什么 自己就是过去了 根本记不下来 这就是理解能力 跟不上老师的思维模式 第四点是什么呢 是专注力下降 专注力下降 翻译成现代话 第一的是没有耐心 第二是很容易被别人所缠绕 就是专注力下降 我们就会发现 凡是社会上 凡是肾音非常足的人 事业都容易成功 家庭都容易变得祥和 因为他不心服其躁 家庭矛盾就少 因为他有定力 事业就容易成功 他有那个脑力 所以说做事情就周全 所以说这个肾音 对一个人不仅是身体有影响 对他的家庭事业都有影响 甚至于呢 对他的寿命都会产生影响 这个身心健康 对一个人的性格 对一个人的命运 对 都是有非常有益的 这种良性循环 良性循环 对对对 我经常听到很多 就是身移虚的患者跟我说 就是听别人讲话 坐在这块 或者专心致指 但一件事情都站不下去 心里好像长了草一样 按那多数 总是想但这但那的 这种情况呢 就是身移虚 另外一个呢 是特别容易上火 那个表现在什么呢 就是跟别人交流的时候 容易抢话 别人没说完 他自己就赶紧 着急 对 就容易着急 另外一个呢 就是特别容易生气和那个发火 这些都是身影亏虚的表现 那么这是性格方面的这个影响 另外一个表现在身体上面呢 男性容易移精 容易早泻 精子成活率不高 不孕不育 这都是男性的一系列的表现 这都与这个肾音相关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典型表现什么呢 就是盗汗 盗汗就是偷盗的那个盗 那个盗汗什么感觉呢 就是白天的时候不出汗 晚上睡觉的时候 晚上睡觉的时候出 就好像小偷晚上睡觉 偷你的汗一样 醒来之后发现 哎呀枕头上都是湿的 可能这个后背 前胸都出了好多汗 醒来之后才知道 晚上睡觉的时候不知道 这就是睡眠的时候出现的出汗 这叫盗汗 盗汗是肾音虚的一个很典型的表现 这些综合在一起 都是肾音虚的这些外在症状 我们通过这个自测呢 就是假如说你有这些症状的话 你就会你的反推自己的身体 就有肾音虚的这些表现 好的那刚刚黄老师 彭博士已经给我们介绍到了 这么多肾音虚的一些自测的一些症状 我们现场的电视机前的观众 不妨自己也感受一下 看看自己是不是 占到了一个或者是几个这样的症状 这个时候就需要科学的养生调理了 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断地强调 我们要辩证论养生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肾虚分肾阳虚和肾音虚 是的 我们在此再区别一下好吗 对 那个 那刚才讲的都是肾音虚 肾音虚的表现的是火 相对来讲多 那个比如说五心反热 口舌生疮 容易心反气躁 这是音虚的表现 那么对应到刚才你所说的这个阳虚 肾阳虚的表现是什么 第一的是小便平 小便特别多 第二是腰凉 都有腰虚酸软 就是肾音和肾阳都有腰虚酸软 但是呢 肾阳虚偏重于腰凉 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自测题 就是用手搓热之后 然后捂上这个后腰 感觉会舒服 这种情况呢 这是肾阳虚 这是肾阳虚 另外一个呢 是肾磨不温 肾磨呢 就是四肢末端 不温暖 尤其是脚容易凉 这也是肾阳虚的表现 总之肾阳虚是以寒作为表现的 肾音虚是以热作为表现 四零零八八八六八七八 好 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肾音虚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呢 可以 我先举一个案例 是发生在北京的 我一位的朋友呢 是专门做这个 就是网站的 他经营了两家网站 那个经营的都很好 但是经营这个事业呢 就容易操心 我们做了事业的人都知道 事业是用体力拼出来 对不对 在初期中期的时候 都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 这时候可能熬夜 思虑特别多 这位朋友呢 是男性四十多岁 已经出现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了 西医的病 一个是糖尿病 另外一个是招血压 所以说招血压的人啊 从表面上看来是脸红蒲蒲的 我们所谓的脸色红润 其实他这种红是浮红 浮红 对浮红 是不是正常的红 这其实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有浮火 第二个是有肾阴虚 就是有阴虚 他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呢 他有了这两个问题啊 一个是糖尿病的问题 一个是高血压的问题 所以医生就给他开了一些西药 一个是调整这个降糖的西药 另外一个是降血压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药啊 尤其是降压药 对肝和肾的损伤很大 对于男性呢 体现在哪一点呢 很大程度上损伤男性的性功能 所以说他四十多岁 就出现这个男女 阳尾这种情况 方式不行 这种情况 他自己也挺痛苦的 那么呢 我就给他开了两个 你的方面的这个方法的中药 给他综合在一起 第一个呢 是自肾阴 第二个呢 是清单火 清单火呢 是辅助自肾阴的 也就是说肾阴足了之后 这个水多了之后 火就不容易上浮嘛 这个上面的浮游之火呢 就会容易引下来 那么这个药方的比例呢 首先是生地熟地 各三十克 各三十克 生地熟地 这是专门滋养这个肾阴的 另外一个呢 像兔丝子 构旗子 还有当归 这是补这个肾经的 尤其是构旗子 配上当归 这两个药配合在一起啊 有很好的降血压的功效 就现在的药理研究 会发现这样的功效 第三点呢 我们要清这个单火 清单火有很多种方法 那这我用的方法呢 就是第一方面是清单 另外一方面是镇静安神 用的这些药呢 是夏枯草和珍珠母 用这些药 我们都夏枯草 是哪一味饮料里边经常用的 它里边一个主要的 这个成分是夏枯草 那么夏枯草杏凉 它可以趋这个身体的热 还可以清单火 又是一个食疗的 一个很好的药材 那么这几的药呢 都是相对来讲平和和稳定的 给它服用 这个像这种情况呢 就是有这种慢性病啊 这种养生的这种调理方案 它不是一蹴而就 它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但是呢 第一次一定要坚持住 这就是很多患者 跟我说 说彭大夫吃你药怎么 没有什么效果 我说你才吃了两副三副 多的话七八副 身体你这个病啊 是好几年 甚至好几十年造成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对啊 所以说那个 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抽丝 我这丝还没有给你抽完呢 你就说没有效的 你这种说法是 怎么说呢 就是有待于进一步考察的 对不对 实际上这个中药的条理 只要是对了路子之后 三个月基本上就会见到效果 我得这个患者吃这个 这三种药 就是这 我得这个患者呢 吃这个 一方面 清这个肝火 另外一方面 自身医的这些药 吃了一个月之后 这个 血糖的这个指数呢 就开始往下退了 退到七点零左右了 以前是八点零嘛 残后血糖 这个血压呢 也往下回落 回落到一百二 还是上 但是还是上限 但是他那些症状已经消失了 高血压症状是什么呢 第一的是头晕 对 第二的是脸容易发热 那表面上看去脸红彤彤 对 然后还有一个心情容易烦躁 这些都是那个 单火的表现 那么他吃了一个月之后 这些症状都消失 症状消失代表什么呢 我们叫做临床治愈 但是内在肌理还没有解决 对吧 还要继续调养 还要继续调养 并且配合运动 就像我们以前这期所讲的 这个糖尿病患者 我们建议的运动是走路 一天要走一万步 大约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然后他就再坚持走路 再坚持配合中药 用这种食疗养生的方式 来这样调理 调理了三个月之后 血糖 还有这个高血压 都恢复正常 但在这一期间呢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第一不能熬夜 第二不能防食太贫 是吧 第三点呢 就是情绪要稳定 第四点呢 不要吃补品 对不对 像这种人啊 就是有钱人啊 家里边 每家每户都有一大堆补品 又是别人送的红参 高利参 然后那个东冲下草 也很名贵 对很名贵 但是看是不是能用到点上 他用不到点上 关键问题就在这里 他是肾营虚 他能吃这些温阳的药吗 肯定不行 对不对 这些食品某种程度上 用中医眼妆看来 都是药 它不是食物 所以说不能瞎吃 我们也感受到我们传统医学 祖国医学中医中药 养生保健真的是博大精深 是的 我们在此也是不断地强调大家 轻重缓急 因人而已 每个人的情况都是有所不同的 每个人的症状也是有所不同 体质也不同 所以我们养生治疗的这些方案 是不尽相同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 才能够进行养生调理 还有例子吗 还有一个例子也很典型 这是我在临床中遇到的很多青少年 因为探了一些黄色的不良的这种舒坍 或者是网站之后染上一个恶习 就是手淫 他从很年轻的 最小的我遇到的一个就是12岁就开始的 那么染上这种恶习呢 就会出现这么样急的表现 第一的是脑力下降 学习成绩实现下降 那么我今天举的这点案例呢 叫小可 这小孩25岁找我探病的时候 非常年轻 25岁 他就跟我说 他说彭大夫以前没有探读你的文章之前 我一直不知道我是什么病 那么看你文章之后 我特别后悔 为什么提前几年没有探到呢 他说他的情况病史是这样的 他上初中的时候 初三 去了一个同学家里 看了一盘黄色录像 从此之后就染上这个手淫 这个恶习 而且沉迷于这个快染当中 无法自拔 最多的时候 有的时候一天 就是做一次或者两次 非常频繁 那么他自从染上这个恶习之后 就是下半学期 他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 原来全班是前十名 后来全班是倒数十名 原来他那体力特别好 是那个校队的足球队长 满场跑 踢满整场两个小时 结果他染上这个恶习之后 半年的时间不到 稍微一活动就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这都是因为伤这个声音导致的 第三点呢 是脑力下降 就是学习成绩下降的原因 他说上课好像跟看电影一样 心浮气躁的 但什么都做不下去 没有专注力 没有耐心烦 特别喜欢那个发火 脑子空空洞洞的 从此之后 他学习成绩下降 体力不好之后 这个孩子呢 就丧失信心 也不喜欢跟人接触 整天跟父母顶嘴 那么父母呢 以为他有自闭症和抑郁症倾向 就带他去了很多 找了很多心理医生 还看了精神科 那么精神科的医生呢 也说这个 那个吃点药吧 其实吃药作用也不好 还是照样烦躁 进行完心理疏导之后 当时有效 很快也就不好 其实他这原因 与这个伤 肾经啊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现在的这些青少年的 特别多 就是这一类的 我们在那个临床上 就是我的那个门诊量 还算小 一个星期会遇到三五十个 就很多 那么这说明一个 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就是这个媒体啊 这舆论导向啊 有的时候会让这个 正在萌动期的青少年呢 起心动念 产生一些不好的这个想法 然后自己控制不住 自己的这个行为 就容易把这个 就容易伤了身体 身体给伤了 就像孔老夫子所讲的 少之时血气未定 戒之在色 人年少的时候 气血还不稳定的时候 一定要在色这方面 特别节制 不能过度损伤 那么这点孩子呢 二十五岁 他的情况呢 就是身移去一系列表现 第一是脑力不好 他用他自己话讲 就是腰根本挺不直 腰直着做 腰直着做一小会儿 就感觉撑不住 他就必须得这样 就摆出这种造型 那么跟他一问一答之间 你就感觉到 这个孩子呢 那个反应力特别慢 停顿两三秒钟 他才给你说一句话 就是说整个全是一种 肾音亏虚的表现 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呢 就给他用补肾音的方法 来解决问题 第一点呢 就是先用这个药物来调理 像那个熟地啊 生地啊 等等的这些 那个滋音 氧气 然后像医治人 像这一类的药 然后配合在一起 把这个肾音先补上 第二点呢 让他改掉坏习惯 就是不要再沉迷于这些方面了 要把精力呢 放在学习和工作上 第三点呢 要坚持心心 因为他才25岁 肯定能好 第四点呢 坚持锻炼身体 坚持锻炼身体什么呢 走路 活动这个肾经 这样一来呢 他把坏习惯改掉了 用过通过用中药 把这个声音再补上来 那个结果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就这个时间很长了 因为他伤经时间很长 他从那个十五六岁开始 一直到二十岁 十年的时间 那个用三个月的时间 他的第一反应 最明显的反应 就是腰开始挺直了 就是腰有劲 三个月 腰就开始有劲了 他说我从来没有体会到 这种清爽的感觉 以前都是疲惫乏力的 你就会发现 那个驼背的这种老年人 寿命通常都不长 腰板越直 这个人的这个气就越足 他那寿命就长 这是一种常瘦的表现 其实也提示一个人的健常状况 腰一旦有劲了之后 身体开始恢复 第二点恢复的就是脑力 还有这个精力 第三点恢复的是整个体力 这个脑力精力 体力都恢复了之后 他的事业肯定会往上走 对吧 原来他跟我说 他没考上好大学 上了一个杂牌大学 毕业之后整天混日子过日子 他结果进行这样一番调理之后 他在他现有的工作当中 干的就很出色 很快提升为中层 可以说他这个人生都有所改变 对 就是人生改变 那么我们的讲课 其实就是围绕这个进行 就是说大家 不要忽视自己内在身体的问题 还有生活习惯的问题 把这个身体调整好了之后 心态 精力 各方面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改善 不仅是身体好 而且整个事业家庭 这方面都会顺利 那么这个孩子呢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也是现在社会上 很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 我以前在很多场合都讲过 所以说呢 在这方面呢 我们也要呼吁 就是电视机前的这些家长朋友们 还有青少年朋友们 你们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第一 作为家长要管好自己的孩子 进行正确的疏导 那么作为青少年呢 一定要杜绝那些不良的 这些信息的干扰 要立一个长远的志向 不要受这些外在的 污秽的这些信息干扰 影响了自己的身体 进而影响自己的视野 好的 非常感谢彭博士 给我们的建议 好的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 大家对于我们今天所探导的 身影虚的症状 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了 大家看看有没有相关疑问的 想咨询彭博士的 可以举手向我示意一下 来 这位男士朋友 您请 欢迎您 你好 来 请坐 我想问一下 我最近是老爱犯困 老爱犯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 我最近把夜里还倒汗 倒汗有三四年了 不光夜里倒汗 白天出汗特别厉害 您这是自汗倒汗都有 对 特别厉害 跟一边不一样 哗哗流汗 对 第三点呢 基本上两点 先说两点吧 主要是这两点 我先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个 你小便平不平 不平 我都出汗了 我都出汗了 都出汗好了 对 第一个是小便不平 对 第二个饮食怎么样 食欲好不好 食欲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对 我不敢吃多了 我吃多了又是消化不凉 消化不凉 第三点呢 是睡眠怎么样 睡眠 我睡着的那老爱 防困 就刚才刚说了吧 老防困 你刚才我待会儿又防困 就是睡眠质量好不好 有没有多梦 或者睡醒 有有 做梦做梦 绝对做梦 对 好 一球里做四五个梦 好了 一球做四五个梦 做天亮了 你挺丰富的 白天无精打采 就是睡眠质量不好 不好不好 但是白天还容易困 对对对 那您这种情况 我给您分析一下 从脸色上来看 您脸色偏黄 然后食欲又不好 然后又容易疲劳 这是气虚 具体来讲 是脾胃不足 脾气虚的一种表现 那么第二点 是倒汗 自汗都有 而且是容易累 是吧 然后不耐久劳 然后睡眠的时候 梦又多 这都是阴虚的表现 具体来讲 是肾阴虚 就是今天我们讲的 这个主题 肾阴虚 那么要是给您调理的话 一方面要补这个肾阴 您我想问一下 您今年多大年龄 56 56 对 那个一般人来讲 按照古书的来讲 人过四十 则阴气自絆 人过了四十岁之后 就开始走下坡路 您五十六了 已经超过十六岁了 这时候呢 就是经常的 吃一些食疗 或者滋补的身体 补这个肾阴 才能帮助身体平衡 吃什么比较好 您看了 我给您推荐 重点是三种东西 第一种呢 是熟地 熟地专门补这个肾阴 熟地 熟地 熟一种中药吧 中药 对 熟地 其实在古代来讲 就是一种食品 经常被大家用来饱舟 尤其是南方经常来用 熟地 第二种呢 是构旗子 第三种呢 是挡身 挡身是用来补气的 那个构旗子 是用来滋养 干肾之音的 熟地是用来专门 补这个肾阴的 这三种呢 各食客 您天天煮水来喝 煮水 不熬粥 不要熬粥 煮水就行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 煮水 没时间的话 泡水 就像那个 把这三种东西 放在一个大杯子里 倒上滚开的水 这么泡 就像泡茶似的 这么一天不断的蓄水 这么不断的喝 就可以对你身体 有一个很好的调理 熟地 狗旗 还有挡身 对倒汗 和那个失眠都好 对倒汗 失眠 那个包括疲劳 那个容易累 食欲不好 这整个人体状况下降 这种亚健康的表现 都有很有好处 这三种配一块 对 各食客 各食客 好嘞 那谢谢您 好 谢谢您 也注意您健康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刚刚这个方子 适用于这位先生 但是大家不能 盲目的照搬 一定要根据 自己的情况 辩证论养生 看看这边 还有朋友 来 这位女士 来掌声欢迎你 慢一点 您这边请 你好 你好 请坐 我爸主要是什么 就是一个也是犯困 第二个呢 就是夜里都得起三四次 起也比较多 就是白天也是 我不敢喝水 可是不喝水 我又渴 不喝水又渴 对对对 完了 后来我也检查了 他说那个就是 检查血糖也没事 那我就怀疑 是不是肾虚啊 还是怎么会 对 您这种表现 是很典型的 肾阳亏虚的表现 但是您手心脚心 容易热 还是容易凉呢 凉 容易凉 这也是很典型的 一个肾阳虚 今天我们讲的是肾阴虚 以前我们讲过肾阳虚 您这种表现 是肾阳虚的一种表现 另外一个呢 我们从面部上来看 还有一些色斑 对 您今年有多大年龄 四十八 四十八岁 四十八岁正好是 登年期前后了 这个时候身体会出现 一些不调整的地方 那个针对于您的身体 是肾阳亏虚 肾阳亏虚呢 比较简单 处理方式 第一个呢 是用益智仁 益就是有益 就是有益智力 这个益智 仁呢 就是裹仁的人 用益智仁五克 五克 对 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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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桂就是我们去超市 可以买到的那种桂皮 那药店叫做肉桂 肉桂呢 两克 两克 然后再放上熟地 二十克 这三种药呢 您放在一起泡水喝就可以 泡了 泡水 要是有条件的话 煮水 既能让这个火气回归 又能温补肾阳 效果非常好 好不好 谢谢您 好的 记住了吗 好 也祝愿您健康 早日昌复 谢谢 谢谢这位朋友 好 彭博士又到了咱们的 养生小贴士的环节了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 什么养生药方呢 今天咱们讲的是肾阴区 我们专门谈谈 怎么滋补肾阴 用食疗的方法来滋补 好 第一个药呢 也是食品 叫做丧事 我们到了那个春天的时候 吃那个丧肾子 吃的满嘴都是黑黑的 那个丧肾 那个丧肾 专门自补这个肾阴 那个胃酸 肝 然后呢 收敛这个肾气效果很好 色黑入肾 所以说丧肾 用这个丧肾 第二个药呢 就是狗其子 这都是自肾阴的 这两种药呢 是各三十克就行 各三十克 但是现在很多丧肾都是鲜的呀 没错 下面这个我就要讲 怎么吃这个丧肾 好 那个要是说 正处的这个丧肾当下来的时候 正好是当令的时候 对 我们吃丧肾的话 直接可以 不是三十克 像生果一样 对 可以买一两 直接吃就可以了 买一两直接吃就行 直接吃就行 我们要是说到了冬天 根本买不到什么丧肾 对吧 然后这时候我们去药店 来买那个丧肾子 药店就有 丧肾子 药店就有丧肾子 也叫丧肾子 就是把这个那个 我们用中药刨制方法晒干啊 储存啊这样的 也是三十克 丧肾子三十克 狗鸡子三十克 一起来煮水 煮完水之后呢 这个丧肾子也可以直接吃的 那狗鸡子也可以嚼一嚼 直接吃的 这都是滋补肾阴的 效果非常好 符合上述症状症 请咨询专业中医 400-888-6878 400-888-6878 养生小贴士 取桑肾三十克 枾子三十克 下锅煮水喝 可滋养肾阴 好的 今天在本期节目当中呢 彭鑫博士跟我们讲了 肾阴虚的种种症状和表现 以及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伤害 那么也给我们讲了 如何科学地进行调理 在此呢 也是再次要提醒大家 我们节目当中所提到的方呢 都是养生调理方 不能够代替专业医疗机构的 诊断和治疗 并且呢 每个人的情况都是有所不同的 所以大家不能盲目照搬 任何一个药方 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咨询专业的医师 好的 祝你大家健康 也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本期的淘本学堂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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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